大家好,我是Den 去年引起非常大争议的暖男钥匙YouTuber事件 大家还记得吗? 当时他因为是钥匙出身的人气YouTuber 在出演很多综艺节目后 更是获得了非常高的人气 但是之后因为有多数女性在网上爆料 他知道自己患了Hermes以后的情况下 也没有做好避孕措施与他们发生关系 导致他们也都患了该性病 而引起了非常大的争议 之后其中一位女性A某在2020年6月 以杀害与违反钥匙法对他提高了 5月10号,韩国义政府地方法院 被这位YouTuber判了8个月的有期徒刑 缓刑两年 法官表示,考虑到被告人的职业是钥匙 所以判断被告人有故意伤害的可能性 被告人知道自己感染了Hermes二刑 而受害人在与被告人发生关系后 出现了Hermes二刑感染出气的症状 所以无法否认伤害的因果关系 而Hermes二刑是随时都可能在网 无法痊愈的疾病 导致受害人在之后的生活中会受到一定的限制 但也是考虑到了被告人没有任何前科的部分 说明了量刑理由 我们来看一下韩国网友们的反应 要是散播了性病还缓刑 真的是一个好国家 听说还没有跟受害人和解 还让人得了无法痊愈的病 竟然是缓刑,疯了 长得帅形像好 在论坛也是很多人对他有好感 果然人品跟颜值是一点关系都没有的 听说他还在经营药局,太过分了 对于这位YouTuber的最新后续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最后我们来看一下书华与雨琪生日当天写给彼此的一封信 书华写给雨琪 9月的北京女孩 两年了 三生有幸遇见你 千言万语 一切尽在不言中 只求健康 平安 疼书华 生日快乐 雨琪写给书华 其实真的一直一直很感谢有你在 记得我们在练习生的时候 我们韩文都不好 经常偷偷说中文被发现 还记得那时候我们互相照顾 互相鼓励 有你在我身边 很踏实 很幸福 亲爱的 我希望无论以后我们发生什么 我们都像现在一样 一辈子在一起吧 爱你呀 雨琪生日是9月23日 所以竖着写了923 内容很像小说一样 雨琪不会韩文用中文被骂 我感觉比我的韩文还要好 原来还有那种时期 雨琪 书华谢谢你们来韩国 也谢谢你们坚持下去了 希望以后能成为世界级的歌手 加油 好的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 我们下支影片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